防空火炮 其表现会怎样呢 本世纪初爆发的伊拉克战争 最有事实说明了一切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 伊拉克防空军拥有23毫米 37毫米 57毫米 85毫米 100毫米 130毫米 等各型高炮约2万门 构自俄罗斯的SA-16型地空导弹 英国的罗兰式防空导弹 意大利的阿斯派德式地空导弹数千枚 伊拉克武装力量副总司令 上将哈希姆·埃哈迈德 亲自阵任防空军司令 并扬言即使塔不中 遥绕任何来袭敌机 在天空密集火往面前支援而退 2003年3月20日 伊美联军发动了代号为 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的 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 在这一阶段 伊美联军先后向巴格达 巴士拉 大杰夫 摩斯瓦尔 基尔库克 乌姆盖斯尔等11座城市和港口 投资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 2400多枚 其中 战斧巡扬导弹600枚 精准摧毁了伊军的指挥 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 随后 伊美联军的F15战斗机 F16战斗机 巡风战斗机 B2影型轰炸机 B52远程战略轰炸机 对伊拉克各主要城市和军事设施 进行狂轰滥炸 伊拉克防空军的2万门高炮 从发现第一架敌机开始 就疯狂的对控事后 三天打光了近260万发炮弹 据伊美联军统计 通其最激烈的三天时间里 人军够损失了14架各种战机 其中阴影机械故障追回减下 低空导弹击落了5架 而伊拉克防空军的2万门高炮 却没能击落1架敌机 高炮没有了火空雷达指引 和火空系统帮助 变成了瞎子 面对机动性极高的各种来袭敌机 只是盲目的对控射击 三天后 镇尔日龙的炮声逐渐停息了下来 2万门高炮被联军战机 炸成了一堆废铁 伊拉克装力量副总司令 兼防空军司令当场宣布辞职谢罪 事实证明 在精准这段武器面前和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各种高炮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即使如此 伊拉克战争期间 伊拉克防空军也是唯一进行了有力回击的部队 其空军和地面作战部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抵抗 就被摧毁或主动打白旗投降